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四旁茶老匠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少二维码 了解一下杨锦林 继续在香港给大家读报 金融时报 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领袖 美国商界领袖们试图修复中美关系 但是外界担心 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会导致国际市场上 出现供应过剩和潜在的倾销 点出来了 联合早报也报道了个消息 习近平会见美国企业高层 重申改革开放不停顿 改革开放 第三 美国之音经济低迷之际 习近平北京会晤 美国企业高管和学界的代表 这学界谈到的是 那个肯尼迪什么学院 这是去年十一月会的旧金山 跟美国企业高管会面之后的再度会晤 中国政府试图吸引外国投资者 重返中国而国际大公司 在寻求中国政府对新的法规的保证 这里面当然谈到反间谍法促进禁令 以及对禁责调查公司的突击收查的担心 2023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8% 当然北京希望这方面有所进一步的增长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海外投资者公开示好 但习近平主席对国家安全的日益关注 很多公司不确定自己可能会在哪方面越界 在香港的外资公司也有这个余利 当然习近平讲了很多话 这个会谈持续了90分钟 90分钟讲非常详细 就是说不少美国的高管 几乎是在访问中国行程最后的一刻 收到了跟习近平会见的邀请 延长了在中国停留的时间 习近平的会面的邀请标志了 中国正在努力去除当前商业环境的负面看法 中国主要传递的信息是 在全球企业持紧善态度支持 中国政府了解全球企业和投资者存在的担忧 并希望他们能在中国存在 很长 亚洲自由电台也是报道的消息 习近平会见美国商人代表商界代表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意思打破惯例 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而不是以往由总理来接见 会见是以接待一般团体的规格进行 所有的客人在大厅站的等候 跟他握手和合照 美国人还在那不停的点头和抄写笔记 那么这是美国企业主管在去年十一月混的三番会议 也就是三番四会议 那么他们的第二次的见面 据说习近平认真听取了美方代表的发言 新的华社报道提到了王毅有份参加借鉴 但没有提到总理李强 李强没有出现 华尔街日报 习近平寻求安抚美国西欧 请中国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 华尔街日报 星岛日报就讲到了 习近平缓驳见顶论 跟美国企业坦诚交流 中国没有崩溃 但是中国也没有见顶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止步 分析说习近平的讲话 不但是向外资派定心玩 也是向全美国的政商界谎话 敦促美国树立正确对华认知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保持两国关系止跌齐稳的势头 明报也是谈到这种消息 当然也有一些美商的代表说 繁荣中国是世界的正能量 讲得很好 明报说习近平会晤美国工商界 否定中国见顶论 正你系列的深化改革举措 欢迎继续深耕中国 报道的标题 报道的尺度 跟星岛一模一样 法广有个新闻解说 看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巨头的震惊 意涵 习近平跟美国商界领袖会面 打破了之前 由中国主管经济的总理 进行这一活动的传统 有评论指李强 不想抢习近平的风头的猜测 多种因素 让这次会见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评论 求大同存小异 巨共是国与国 家与家 亲里亲之间都是一样 那习近平的话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周三的会议获得了一次 习近平获得了起立鼓掌的机会 当然这里面谈了外资大量的撤出经济的下阀 而欧洲的首席CEO们 虽然也非常的拥挤 就是呢这么蜂拥而至到北京来 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参加周三的会晤 这个是为美商 美国企业界公开专门组织的 很有意思 瓦西社也就报道了个问题 也就谈到了美国 有一些企业 包含在中国不公平的竞争 那么这里面的 入透社的评论认为 尽管中国领导人公开向海外投资的嗜好 但中国领导人的国家安全的日益重视 很多公司不确定自己在哪方面可能会越界 英国的金融时报的评论说 美国商界领导在试图修补 因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 地缘政治和贸易紧张局势而破裂的关系 美国商界 特别谈到了 李强总理没有像去年那样出现 而是由他的上司 习近平会见美国企业大佬 有向美国示好的意味 但或许不仅如此 或许不仅如此 讲到李强 李强的总理记者会被取消 有人认为他似乎是在习近平日益 控制加强的政府中的作用在减弱 那么有观察人士认为取消这个环节 显示中国正在日益封闭 内向和集权 或许也表明习近平可以对一切授权 李强则不想抢上风的风头 说了很多 亚洲自由电台说 美国国内如何解读习近平和美国商界老手会见呢 看到奥德德州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格雷腾施 他的出席该会面的中国研究的老手 欠缺代表性 未能够反映美国对中国的真实专业了解和政策的观点 这一类型的会见未必能增加 彼此的双边了解反而导致北京误判形势 他又说官方声称美国代表说习近平有飞环的领导力 那这样的报道可能会加剧新生代中对连长的中国通的怀疑 他们将不得不主动出来主导美中关系 美国商会说会见达到了视觉的效果 视觉效果 那么习近平选择了美国大选年跟中国老朋友见面 有助于带风向 让这些美国代表的11月过程的时候维护中国的利益 当然有很多的评论 美国之音是推特上的中国 习近平高调的会见美国商界领袖 西方资本真的对中国再次热关吗 中国官媒发表的照片视频显示 美国的访客能仔细聆听习近平的发言 走路时紧跟习近平的步伐 在北京努力宣扬这个会面的同时 当然也有能力没有办法代表美中经贸关系的回软 认真的听写记笔记 这个事情很多 韩国呢有一个朋友说 韩国有个外国语大学的一个专家说 他们这些人 肯尼迪学院院长的记笔记 哎呀非常的认真 像一个干部一样 那么这里面谈笑风生 前墨西哥驻华大使呢 也表示他说他跟中国领导层有数不清的会面 不记得有哪一次会面被包装成一群人 统一步伐地走在一起 但中国人在视觉展现和利用访问者上 做得越来越好 当然有专家认为 在美中关系过去几年跌宕起伏的背景下 这辆会见 显示习近平依然希望能跟西方国家共存 美国国会参议员柯林说 这样的会面 可以跟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不知道什么搞 他哪有什么理由 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副教授 他也是讲了 格雷腾时认为 这个会见的后果 也就是让中国误判西方投资者 对中国市场的热观的程度 宾夕法林亚大学有一个学者认为 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认为没什么意思 当然有一些香港的这个游说团体 也说了很多他们对中共的坏话 华尔街日报 还有一个分析稿认为 中国的开放似乎是一条单行道 中国欢迎外国公司为一个条件 是他有助于推荐国家的进程 是单行道不是双向 他有这样的评论 华尔街日报谈到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 也就是达利欧说 如果中国政府不妥善解决债务的问题 中国将经历失去的十年 很护面的判断 可能会经历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停滞的 失去的十年 亚洲自由电台 那么谈到的是谁 那是易富玄 他从人口学 谈到中国的新制生产力的悖论 新制生产力 有拖银花板和螺丝壳 他主要谈到的是什么呢 这是对老龄化和劳动力 复成长的一个冲击 对经济的拖累 他说这是个本能的反应 在日本德国如此 台湾韩国也如此 中国也不例外 日本德国台湾和韩国的效果不好 生产效率没有提高 创新力反而下降 是因为人口是经济和创新的主体 他谈到老龄化一些问题 谈到了中卫年龄的提升 青年的比例下降 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会下降 当然他也谈到了 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 日本德国比希腊 葡萄牙做得好 本能来没法一遏止 老龄化导致的经济下行 这里讲了很多 很直接的关系老龄化 对经济的增长的冲击 你有什么新制生产力 他还有另外一个障碍 就是过分担心政治安全 也就是在中国的新制生产力 在过分担心政治安全之下 发展是有平静的 他意思 中国人 中国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创新心怀戒备 希望创新由国有企业主导 通过对这些公司的补贴来实现 金融错配 这是党主 党主不是民主 党主创新 是螺丝壳里面做道场 他说除为中国政府 有足够的政治勇气转向全民创新 才有可能在创新上有所突破 也谈到了物资生产和人口生产的矛盾 谈到了新制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关系的矛盾 最后一个总结 易富贤很有意思 中国的发展新制生产力上 面与老龄化这个天花板 和党主创新这个螺丝壳 不能够报忘太多 盲目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最大副作用是 人口血崩 需要非常慎重 如果不解决国际民退的强政府 洛家庭 两个大的生产关系的丸吉 发展新制生产力会 适得其反 易富贤 金融时报 不谈了这个了 谈美国财长的警告 美国财业财长的警告 耶伦警告中国别在清洁能源领域搞清销 他们这方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优势 那么法广也是谈了这个消息 耶伦对中国产能过剩表示担心 特别是在访问美国太阳能电池板的公司的时候 对中国产能过剩可能会全球造成影响保持担忧 那么列举的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 就算是有电动汽车所需要锂电池 纽约时报也是谈了这个消息 美国财长警告中国绿色能源出口 威胁全球的供应链 拜登政府越来越担心 中国得到了大量补贴的绿色技术出口 已经导致供过以求 正在扭曲全球市场 打算在北京即将举行的 新一轮的经济谈判中就这个问题跟中国官员交锋 美国财政部估计通过了通货膨胀削减化以来 私营部门已经宣布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的投资 这个投资也包括了4000亿美元的税收 以免和对低排行使的能源生产补贴 他们也有稿 美国之音也谈到了耶伦的说法 下次访华将把中国产能过剩 列为关键讨论的议题 美国再动起来了 好了 英国的反华气焰也开始嚣张 法广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说 中国是对我们经济安全最大的国家威胁 谈到骇客对英国的攻击的问题 美国之音 有一个消息说 美国人对TITO的态度转变 近一半人支持封禁或者强制出售 那么这个是美国商业和新闻网 就是CNBC一个调查 将近一半的受访美国人对TITO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感到担心支持令他下架的禁令 或者强制把它服务出售给非中国公司 这个是最新的民意调查 当然我们知道 反对的意见现在日益的强烈 法律一见 在国会山庄也有这个问题 这可能是一个漫长和严峻的法律挑战 就是TITO 他要准备一大笔钱 那么好了 这个事情呢 我们看到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有意思 关于马斯克 纽约时报 这个标题很过瘾 马斯克是如何变得 有点亲中的呢 乐爱中华民族 马斯克最初在中国设立特斯拉工厂的时候 他似乎处于有利的地位 上海的工厂帮助特斯拉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汽车企业 也让马斯克成了超级的富豪 但现在他遭到了困难 马斯克帮助创造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别人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争夺市场份额 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安全的担心 特斯拉受益一项 他帮助塑造了中国政策 很长一个欢喜 马斯克的财富跟特斯拉上海工厂是密切相关的 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 把马斯克和中国政府紧紧绑在一起 所以马斯克在去年7月 跟两名美国议员进行对话的时候 他说自己有点亲中 原因是中国为他提供了一条避开劳工问题的途径 他总是暗地你说美国的劳工比较懒 特斯拉也刺激了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发展 他没想到他摘下了这么一个一大片的竞争者 发广 美国副国务卿和中国副外长通话 强调维护台海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这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 跟美国长路的副国务卿坎贝尔通话 美方介绍坎贝尔传达了维护台湾海峡两岸 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和平 以稳定的重要性的关切 德国之声那是邓一文一个分析 中非南海冲突的危险性大过于台海 他指出当前世界上两个最危险的地方 那只要亚太地区 这才对 是台海和南海 就今年而言 中国菲律宾在南中海围绕几个岛礁的争夺 危险性要大于台海 非中之间这种老鼠玩猫的游戏时间长了 老鼠总有被猫咬着的时刻 特别是这里的水炮 打得稀里哗啦 菲律宾的供给船 拿出了白旗表示投降 他做了很长的一个分析 法广特别有一个消息 谈到菲律 在太平洋岛国这个问题 菲律的总理命令中国警察离开菲律 说没有必要再派驻中国警官 那么菲律的总理最近受访的时候表示 尽管菲律政府决定不施毁 跟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警务协议 但已经把派驻在这个国家的警察部队中的 中国警官移除 说菲律跟中国的关系在经历一个不愉快的时期 之后有一点改善 但他能够担心北京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 或破坏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制度 那么他是一个专访 特别谈到了一个中国在菲律所扮演结社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也得到了菲律的控诉 澳大利亚60分钟的节目所指控菲律的著名商人赵福岗 赵福岗是跨国犯罪集团的高级成员 又是负责推动北京海外利益的中央统战部的重要成员 那么在菲律引发了有关赵福岗的争议 赵福岗的律师说 他们坚决否认任何的犯罪的指控 有一个华商卷入了中匪关系的一个纠缠 匪计的问题 很长的匪计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之音谈到了 荷兰的首相访问北京 向习近平提出了网络间谍活动的问题 那么虽然也谈到了阿斯麦的问题 特别讨论了荷兰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的事件 当然中国政府是否认 一贯否认有这样的指控 联合早报有一个新闻分析 王伟问的分析 荷兰首相访华是管控中美科技战的风险吗 这里面当然也知道了 荷兰政府受到美国的压制 不得不取消出售中国的阿斯麦的一个东西 这个设备的问题 北京当然强烈不满 中美的科技战打开打之后 中国和荷兰的双边关系的发展 也相当的微妙 谈到了华为的问题 谈到了美国对华技术封锁 可能策略失效的问题 那么也谈到了阿斯麦的问题 他谈到了这些问题的综合关系 这两天 这个荷兰这个首相正在北京访问 英国BPC的头条不谈这些 则还是锁定在莫斯科的袭击案 俄罗斯就圣战分子大屠杀指责西方和吉辅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说法很多 又是简中体有关的会神会社的 到底是俄罗斯情报局策划的行动还是怎么样 现在呢 应该会胡搅蛮缠一段时间 纽约时报很有意思 谈到了谈到了巴尔格摩大桥 跟广州那个大桥 两个大桥的货船撞击大桥事件 引起了反思 巴尔格摩的撞击事件 一个多月来来 至少已经有第二起的集装箱 撞上了大型公务桥的事件 令人对尺寸越来越增加的船只的安全标准 以及世界各地桥梁抗撞击能力产生了疑问 澳洲利益 澳洲的塔斯曼尼亚大桥 也有一个跨海大桥 也曾经在70年代被撞案过 这里面呢 回溯到了2月22号 在广州也有一家堆积的集装箱的船只 撞上了一个双车到了大桥的底部 导致了桥列的断电 这一次的巴尔多摩事件也有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呢 做了两个大桥撞击的分析 那么最后来讲呢 主要是谈到潮汐的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 就是大桥如何抗撞 这个事情已经变得世界性 普遍要重视的问题 好了 《明卫时报》 那应该是袁立写的一个专栏 他访问了导演王小帅 王小帅说反抗 审查制度是不得不接受的代价 这个代价当然大家知道 就是他的电影 可以在海外得奖 但没有办法中国大陆上映 讲到了王小帅的三十多年前的禁片 包括三十多年后的禁片一样 也就是他被勒令撤回的片叫沃土 这是个很沉重的代价 但你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代价 对了中国大陆的电影审查制度的严苛 当然有很多很多意见 十五个页改了五十多条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通过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电影导演 他一部电影被审查了五年 最近才马马虎 勉强强通过 五年其中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南临远言接吻的时间太长 剪 还有你骂老子 不行 剪 打得他纯了又纯了 支离破碎 这是中国现在的电检制度 韩国如果有这个电检制度 韩国的电影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水平 所以中国电影只合适拍 战狼亮剑 这样的文章 那这样的影视剧 要拍一个像美国内斐这样的 这个三体也很难 好我们来看看23条立法 亚洲自由电台 他们谈到了一个中述稿 香港新闻自由还剩多少 他说传媒已经自我审查 而这个审查已经是成为常态 他还是继续引用了 这个曾经的香港居住 多年的奇迈克 香港已经是不适合记者居住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资深媒体人指出 现在的香港的媒体人主要工作 是要透过每天评估政府官员的态度 来理解新闻的界限 有分析说 中国多年来分阶段收紧香港新闻自由 在23条以前已经开始 在四年前这个国家安全法出来已经开始 23条通过后 传统媒体变化不会太大 但是他们很自律 新闻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窄 这个呢有很多的评论 现在谈到每天要观测政府态度 这个还要匿名还不敢说话 刘孟雄 还有呢这个谢伟俊 这是现任立法会议员 都把他们的脸书给close掉了 担心自己言多必失 大概是这个意思 最后一条消息 就忙马英九 星岛日报提前预告 习近平马英九可能会在4月8号 在北京会晤 这个呢 也是台湾媒体也有这样的披露 到底他们见面以后 对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正向推动呢 我们事物以待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 习近平昨天会见美国商界的高官 高管和战略学术界的 人 当然是希望 希望 被人们认为是希望唤醒 换回外资企业的信心 可以预计这又是为中美关系 又指明了新的一个方向 与民间交往越来越好 那么李强总理没有出现的 接见的现场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欧盟议会这次参加 发展高层论坛会的企业家 没有办法享受这一次的待遇 对美国喊话的针对性很强 能够达到疫情目标 估计我们还要看 看来西方现在即使的反应 不是很乐观 柏欧论坛也已经开幕了 参与的国家屈指可数 戴平和岛国来了两个 两个国家合在一起的人口 不超过三万人 那么柬埔寨是常客 应该说柏欧论坛 给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情况来看 是盛况不在 希望也是暂时的现象 习近平说 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 这大概是昨天 以会者最大的一个收获 因为回不去了 大家要面对当下的现实 第二 美国财产耶伦访华前在之针对中国绿色能源的产能过剩问题提出新的悲可话题 这未必是对习近平有关中美关系指明新的方向讲话了一个抵消 但可以见美国对华高新科技领域绿色能源领域的制裁只会不断寻找新的破口 层层升级加码 这一点应该应该毫无疑 美国虽然能是个科技强国 但这个强国对后体直追的潜在的竞争对手给的打击限制也当然也是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 第三 南海问题会不会比台海问题更容易成为一个爆点 邓宇文的分析应该不是耸人听闻致辞 但即可引爆的爆点不应该会在中非之间发生 美国也尚未有这样的战略冲动 北京的克制也限制了可能 党多就用一个高压的水炮打得你吸的哗啦 因为那艘船还能补给船 真的是不堪一击 马英九和习近平的会见 选择在赖清德正式救任之前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就金门举行的例行的炮火演讯 的反应措施很强烈 比以往要强硬 美韩同步新增加了对朝鲜的制裁 对象包括在中国的个人 还设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制止朝鲜核武器导弹 计划向国际社会融资 朝日关系出现了新的进展 日本首将岸田文雄好像向朝方发出 希望了跟金正恩直接会见的信息 所以半岛局势的敏感度 反而成为中国周边战略热点的一个聚焦 第四 王小帅对大陆电影审查制度的抱怨 以及香港新闻界对23条之后更具明显的自我审查 都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 政治生态出现明显逆转最明显的表现 反抗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的代价 就是拍摄的电影没有办法上映 这就是这个现实的无奈 曾经居住香港多年的美国CNN的记者 叫齐迈克表示 香港已经不适合记者工作的地方 何其呢也有些资深媒体人说 香港现在的整天都评估政府官员的态度 看他的脸色形势 来理解这新闻的红线究竟在哪里 这是个悲哀 中国多年来已经分阶段收紧香港的新闻自由 所以呢在23条之前 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已经调到了跟乌干达 差不多叫全世界是168位 原来还是第四位 新闻自由的空间只会越来越窄 也是没有办法规避的现实 刘孟雄先生谢伟俊议员 先后下这两天下架脸书专业 是不是也属于一种自保的行为呢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这一放棍 Alm 就像风筹等等 然后这 手牌至不一样 老杨到处 脸下个いただ 还能外一 Bio 不代表 你们并也正在调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